感謝來關心比利時來的修女何華針 這六歲來到我們臺灣 照顧十三級 後來是全去照顧死地老人 現在五十多年過去 它也是二十一回 第二十一回醫療奉獻中的中心 現在八十歲的何華針 最近這兩年身體不太好 所以它算是回去比利時 雖然說它心中很不甘 但還是決定要回去故鄉 它現在是希望說 我們臺灣人可以有更多人 用愛心跟耐心 耐心來背叛死地老人 一天出名 每個人都有 我沒有能夠出名 這年前退休何華針 收入得到死地老人重心做幾天 背叛照顧這老大人 為比利時讓你好好比喻了沒多久 它就對天主到羨慕信心團到收入會 現在全到香港才更換全來到臺灣 就點在台北萬家 那一年他這二十六歲 來到很山寨的臺灣 照顧留美鳳放棄的早三年 也這年就過半世紀多了 他自己也在想為 需要讓照顧的人 收入會整天到各國的奉獻 一直到別人不需要為止 所以雖然這麼不甘 可是也必須要回去他的故鄉 其實他沒有很想回去 可是就是他跟我說 修女就是要聽話 那一輩子在這個地方服務 然後心思在這邊 可是他覺得就是說 他這邊繼續留下來 可能需要被人照顧他 那他責任也盡了 後禮拜他就要回去比利時 和華鎮說五十年來 臺灣進步得這麼多 當初他就要求救這些早三年 有像其他節報文上 得三四案一樣 後來醫療環境改善 一個道理是對老人的照顧 三分之一的臨性都在 台北萬加度過 臺灣已經是他的故鄉了 加鄉比利時還沒說可以 可是怎麼不敢 也是必須要回去 而且應該不會再來臺灣 臺灣的一切都會變成是思念 最喜歡吃臺灣的什麼食物 這個我都是說芒果 也是剛剛開始就出來了 所以我還有機會現在吃 所以是日後要回去 可是一四人奉獻台灣 母母愛會永遠留在一片土地 去吃臺書館頂主家台吧 報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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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m真的 可以 ф